奥运会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 这届奥运会真的是乐趣多多 据说巴西有个柔道选手 叫吉塔弹 这货得了个男子柔道60公斤级的铜牌 此后便对这杯铜牌爱不释手 吃饭上厕所都带着 歇狠 终于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悲剧了 不小心摔坏了奖牌 这小子目前正在交涉 能不能让奥委会给他换一名 要我说奖牌都能摔坏了 这奥运会办得真是可以了 伦敦奥组委太不专业了 像咱们能奥运会那这 镶金边的玉盘都不带坏了 这理应是纯铜的奖牌 他能摔坏 真丢人 造快奖牌也偷工减料 抛开三四千年的丝母大方顶 至今保存完好不说 就我们小时吃的那金枝包的巧克力 它也不是那么轻易就摔坏的呀 这货能纯铜吗 肯定掺铁了 建议伦敦奥运穷字当头 奖牌它都能摔坏 我强烈的建议所有的运动员呢 获得奖牌后 赶快用阿基米德原理检查一下自己奖牌的程度 并且一定要向奥委会讨要一份金属鉴定证书 并开具质保发票 明确一下售货服务的事 消费者的权益它不容亵渎 再说说这摔坏铜牌的火 忒可爱了眼 得了一破铜牌你别老险 搁在我们这儿它根本不算事 啥像金牌呀 即便是金牌也不能洗澡都带着 掉宰杂着 你想当十八童人的你 我们这儿得了银牌都得连苦带豪子 必须道歉又鞠躬 嘴里还得说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吵吵你那点出景 得了个铜牌吧那乐 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不过我咋感觉这小子的快乐感染了 参赛就开心 得不得奖都快乐 享受比赛 享受亲情一样的氛围 感受比赛带来的快乐 嗯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奥运精神了 超级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上面会为这一刻 让岁月凝滴这一回 你像我会一样的淡不费 你像我比赛什么样 你像我一样的淡不费 你像我一样的淡不费 你像我一样的淡不费